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诱达开中民意已经跟大家讲了 今天的盘势发生什么事情 好运股全面大涨 大家再度见证 什么是大股筹码泄露天机 我讲过你只要掌握大股筹码 对任何一档股票 将来到底是大涨还是大跌 事前掌握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昨天航运股还全面重挫跌停破底 大股筹码昨天在电视公开讲什么 穷同学 昨天公开预告航运股会怎么样 全面强谈啊 今天我们再度见证 什么是大股筹码泄露天机啊 年初六个月前 请全国同学重压航运股 大涨几倍 这都过去了 半个多月前 长龙 阳明 公到两百三十多块 公开呼吁什么 熊同学 这七月初的事情啊 两百三十多块 当天呼吁 你不要再碰航运股了 筹码结构已经交代得清清楚楚 航海王要变成什么 铁达尼啊 接下来会怎样 有没有事前话给你看呢 什么是四十年筹码的功力啊 两百三十多块 正当全市场 打开所有的财经专家节目 都在跟你讲 航海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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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百三三块 是不是只有大股筹码 是不是只有张老师啊 我不是跟你讲碟 我跟你讲铁达尼啊 碟还不算什么 碟个一块两块也是碟啊 碟个十块二十块也是碟 我不是讲碟啊 我是已经讲得很清楚 航运股筹码结构已经转空 所以要变成铁达尼 铁达尼是什么 国家安全市场 应该没有人不知道 什么是铁达尼吧 铁达尼就是 对不对 本世纪以来最悲剧的船案 号称最坚固的船 当时啊 对不对 结果撞到冰山了 死伤也是上千人 我记得 所以我已经跟你讲了 两百三十多块的航运股 你小心铁达尼啊 全国同学 你默默良心啊 全市场谁像张老师这样子 谁像大物筹码这样子 事前 破心掏肺 叮嚀你啊 对不对 你去追航运股 每个都叫你追啊 是不是只有张大老师 我讲得很清楚啊 铁达尼 会跌到哪 我都画给你看了 结果呢 七月份以来 你告诉我 什么叫铁达尼啊 什么叫铁达尼啊 你亲眼看到了啊 你亲眼看到了啊 你一张航运股 一张航运股 就赔得快十万了 我跟你讲 五张就赔得快五十万了嘛 没错吧 十张就赔得快一百万了 两百万剩一百万了 是不是铁达尼啊 好 昨天长龙杀到139 昨天我在电视节目 就在昨天 我不是今天才讲啊 昨天电视节目再度呼吁 我说你错过了 跟着我们在半个多月前 两百三十多块 公开呼吁航运股全面卖出 甚至逃命啊 逃命啊 你听得懂吗 你错过半个多月前 两百三十多块的卖点 昨天杀到一百三十多块的阳明 一百三十多块的长龙 已经告诉你了 电视节目中 你YouTube都有重播 你去看 我昨天有没有讲 昨天你 特别在节目中叮咛你 航运股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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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杀了 已经跌得快一百块了 短线已经杀完了 不仅杀完了 昨天还告诉你 开始会酝酿跌升反弹 所以这波所有套在两百多块 不管你是长龙 不管是阳明 下杀你千万不能再杀 因为短线酝酿强弹 手上有套牢航运股 赶快来找我 昨天节目中交代的 昨天特别交代你 昨天阳明长龙全面跌停破底 特别在节目中叮咛你 特别警告你 套在两百多块的人很多了 对不对 我很清楚 你不听我话就倒霉吗 但是你错过上一次的卖点 昨天已经警告你 不要再杀 短线会把握强谈 套牢的人赶快来找我 这一次强谈的卖点 你不能再错过 昨天已经公开呼吁了 航运股要全面强谈 对不对 来导播打一下今天大盘走势好不好 今天大盘走势好不好 大盘呢 加权指数 今天加权指数走势 你看今天大盘有没有涨 有没有涨 最后收盘涨0.59点 一点都不到 今天大盘没有涨 对不对 今天大盘没有涨 并不是说今天大盘 涨了一两百点两三百点 对不对 昨天已经公开呼吁 航运股要全面强谈 结果今天大盘没有涨 但赵老师昨天公开呼吁 航运股会全面强谈 来导播打一下长龙海运 今天走势 请你告诉我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涨停板了 什么是功夫啊 什么是功夫嘛 赵老师昨天公开呼吁 航运股会强谈 跌身反弹 手中套在两百多块的 不要再杀了 把握反弹的卖点 赶快来找我 就今天大盘没有涨啊 大盘没有涨 就昨天公开呼吁着长龙 今天是什么 怀疑吗 十张是不是差了快二十万 你昨天要卖 今天就昏倒了 是不是 所以大家再次见证 我想说赚钱只有一句话 锁定主流嘛 锁定主流你才有资格赚钱嘛 你买错主流你告诉我 你凭什么赚钱 所以很多同学来找我 股票一摊开我就问你嘛 自己一摊开股票十几档 二十档三十档 然后这个一张 那个一张 那个两张 你根本就开杂货店嘛 你在开资源回收啊 对不对 每天去收保特瓶 收废纸 废纸箱 你会发财吗 你开杂货店会发财吗 不可能的是嘛 因为你连主流是什么 你都不知道啊 对不对 所以乱买 股票买一大堆 当然下场满手套了 因为你连什么是主流 你都搞不清楚 是不是 那股票要懂得买 更要懂得卖 你才是赢家嘛 所以很多同学搞到最后 股票十几档 二十档三十档 只会买不会卖 你当然满手套牢 你不套牢谁套牢 对不对 所以这次封关前 新春过年前 全国同学 六个月前 一月份 当时全市场都在喊什么 半导体 都在喊护国神山 都在喊台积电 当时全市场 是不是只有大乌筹码 告诉你 2021主流是什么 全国同学 全国同学 这大乌筹码泄露天机 六个月前 全中华民国 哪一个老师 跟你公开呼吁啊 航运股市主流啊 当时扬名十几块 跟你讲 这才是主流嘛 你听得下去吗 你又不相信 是吧 你满手就是台积电 从年初六百六 六百七 拼命追 到今天多少 来导播打一下 从年初到现在 年初到现在 台积电 2330 年初一月份 六百七 你到今天还在五百八 你在搞什么 那我年初 请你重压航运股 来 扬名打一下 对不对 放大一点 年初一月份就好了 一月份 对不对 再缩小一点 十几块 你赚翻了嘛 所以你买不到主流 从中华民国 今年从年初 满手台积电的人 到现在 你通通赔钱 但你不要误会 你不要说张老师 你怎么那么坏 你说台积电不好 抱歉 我没有说台积电不好 我没有说台积电不好 我告你 我给你保证 台积电是中华民国 最好的公司 绝对是最好的公司 基本面最好 最赚钱的公司 但是筹码面不好嘛 筹码面的问题嘛 所以张老师一再告诉你 你不懂筹码 你不懂筹码 每天就看消息 看新闻去买股票 你保证赔钱 对不对 因为全市场 跟你谈筹码的 我跟你讲 除了大屋筹码 这个节目 还有第二个节目吗 你告诉我 每个节目 都跟你谈产业面 消息面 要不然就拿一些 电脑软体跟你讲 跟你谈筹码面 全中华民国 我跟你讲 除了大屋筹码 还有第二个节目吗 你问问自己 好不好 所以年初十几块 告诉你主流是阳明 主流是航运股 你看到吗 买到主流 是不是赚大钱 对不对 来到两百三四块 公开预告 大屋筹码已经怎样 转空了 韩英国变铁达泥 长龙两百三三 预告铁达泥 会怎么走 都画给你看 谁敢 谁敢 结果 昨天 对不对 通通崩盘 杨明一张赔十万 十张一百万 长龙一张九万多 十张九十多万 昨天公开呼吁 航运股会怎样 要跌身反弹 长龙要跌身反弹 特别警告你 套在两百多块的 你赶快来找我 把握这次的反弹 今天有没有反弹 今天航运股有没有反弹 长龙有没有反弹 杨明有没有反弹 什么是专业 你又见证了 好 航运股要谈到哪 全市场 除了大乌仇 有人知道吗 是不是 所以航运股要谈到哪 上面套牢的人 怎样趁这一次的反弹 解套逃命 赶快拨电话进来 不要再自己盲目的乱搞 好不好 航运股要谈到哪 赶快拨电话进来 昨天预告航运股强谈 今天再度见证 就这么简单 好不好 错过阳明大涨十倍的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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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会大涨 已经一再告诉你了 资金要从航海网 转进什么 电动车 跟你讲中美全面大车兵 电动车大波段行情 赶快来找我 对不对 告诉你苹果 Apple Car 告诉你鸿海 MIH 电动车平台 都全力发动 所以未来十年 最具爆发的产业 我跟你讲 你不锁定电动车 我不知道你要怎么赚大钱 对不对 所以这一路以来 从四十多块的存安 跟鸿海在AIDAS 先进车载进口系 对不对 策略联盟的存安 从四十多块 把握大户重压 结果两支涨停 两支涨停 来到57块 获利一趟拉回50 拉回50 告诉你拉回50 怎样 再买 电动车结束了没有 电动车结束了没有 没有 都在刚酝酿发动 对不对 50再买 结果呢 50再买 结果呢 50再买 再送你三支涨停 再大涨三成 涨到65块 从四十多涨到65 整整五支涨停 大涨五成 多开心 是不是400万变600万 是不是 100万 你有100万就看到50万 你有200万就看到100万 赚钱很难吗 你买对主流赚不完 好 前两个礼拜拉回55块附近 告诉你存安涨完了没有 你先问产业趋势结束了没有 存安电动车产业趋势才刚开始 所以65跌到55 大跌10块 把握拉回再买 告诉你存安随时随时随时还要发动 还要再攻六支头 有没有 拉回再买 错过五支涨停的拉回再买 请你告诉我 今天存安呢 有没有六支头 有没有六支头 全国同学 有没有六支头 十张又七万 三十张又二十万 是不是 存安会涨到哪 会不会突破前高65.8 你要特别注意 存安一旦突破前高 我告诉你整个大波段的行情 好戏还在后头 好 那这一路错过电动车存安五支涨停了 来 全国同学 接下来谁会大涨 这档股票电动车二号 听清楚 股价才刚刚从三十多块启动 刚刚从三十多块发动 六月营收暴增六成 好不好 今天虽然强攻涨停 才刚刚突破四支头 才刚刚突破四支头 像这样电动车大格局的股票 好不好 错过存安五支涨停了 这档股票下个礼拜 很重要的切入买点 想跟上电动车 想再度炮制 对吧 再度复制存安五支涨停了 这档股票目前才在三四十块 便宜得很 大家都买得起 赶快拨电话进来 下礼拜很重要的买点 好不好 赶快拨电话进来 下礼拜重要的买点 务必跟上脚步 大波段行情操作 好不好 电动车大波段操作 跟上脚步 再来未来社会大涨 今年下半年不啰嗦苹果 苹果我们首选的是什么 康控 对不对 一口气从五十喷到八十 大涨五成 又是五支涨停 高档获利 拉回七十块附近 注意康控拉回的买点 好不好 康控近期在七八十这里 高档做一个来回震荡整理 好不好 七十块量缩整理之后 随时酝酿再度上工 特别注意 特别注意康控拉回的买点 同样的苹果二号 同样的也是打入苹果 两百大供应商的GIS 对不对 从九十多块 一百二十块 一路拉回买 供到一百三 十张又三十万 三十张是不是又九十万 对不对 赚钱并不难 高档获利拉回一百一十多块 拉回注意还是买点 你不要以为GIS涨完了 对不对 GIS今年利多很多 不仅是错过模组 打入苹果两百大供应店 又是今年miniLED的 主要供应商 对不对 miniLED最新的产品 好不好 所以拉回一五 昨天再大涨快十块了 那GIS会涨到哪 好不好 特别注意 近期在一百二十多块 高档震荡 整理 一旦突破一百三 注意后面的大行情的发展 好不好 那下半年 最具爆发的产业 不啰嗦 还是电动车 再搭配苹果商机 对不对 所以这档股票很可爱 全国同学 务必特别注意 好不好 本身又是电动车 产业的龙头 又是苹果商机的 这个产业的龙头 对不对 那外资已经全面调升目标价 那今年EPS上看一个股本 十块钱 目前股价也才在一百块附近 本亿比才十倍 所以大资金部位的这种股票 特别值得你注意 未来大波段行情的展开 好不好 今年EPS上看一个股本 明年上看十二块 现在股价才在一百附近 对不对 又是掌握的电动车大产业 都值得投资人 特别特别特别注意 好不好 那所有错过存安 五支涨停的投资朋友 好不好 那这档 存安电动车二号三开得的 特别值得全国同学把握 股价才刚刚从三十多块转强 刚刚才突破四字头 好不好 那电动车商机 全国同学 好不好 整个大波段操作 今天务必拨电话进来 共襄盛举 跟上脚步 好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官 回来继续请张老师 帮大家来分析 欢迎你回到大户筹码论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股市赚钱没有运气 靠的是专业 锁定主流 才能享受大波段获利 大户筹码泄露天机 好不好 好好想一想 六个月前 当时航运股 扬明十几块 全中央民国 谁敢公开呼吁 重压航运股 结果呢 亲眼见证 两百万变两千万 七月初 扬明两百三 长龙两百三 大筹码讲什么 铁达泥啊 你可能以为 张老师你在开玩笑 怎么会铁达泥呢 长龙怎么会铁达泥呢 扬明怎么会铁达泥呢 昨天是不是铁达泥啊 一张赔十万 十张赔一百万 你不听我的话 是不是很痛 昨天重挫破底 特别叮咛你 手上套在两百多块的 不要再杀了嘛 短线会展开什么 强坛 强坛 今天长龙 什么叫强坛 还涨停板给你看 扬明涨到一四九 好 这一波 手上航运股套牢的 扬明 长龙 会谈到哪里 昨天全国谁敢公开呼吁 航运股要强谈 你又见证了 赶快拨电话进来 手上套牢 航运股的赶快来找我 好不好 要谈到哪 再来跟你讲 未来谁会大涨 电动车马 首选的存安 从四十多 五十加码 你告诉我几只涨停 又是五只涨停 拉回五十五 再买 今天又六三了 又六三了 很快要创新高了 错过存安五只涨停的 电动车二号 三开头的 六月营收暴增六成 股价大抵完成 阻力发动 股价才刚刚 从三十多块发动 今天虽然涨停 刚刚才突破四十头 还没赚到钱的 电动车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今天赶快拨电话进来 下礼拜很重要的买点 赶快跟上脚步 好不好 再来未来社会大涨 苹果商机 这一路跟你分享了 康控 大涨五成 对不对 GIS大涨三十块 错过康控 错过GIS的 下半年主流 当然电动车 加苹果商机 绝对是最劲爆的主流 这档股票 所有大资金部位的 特别注意 好不好 大波段操作的 今年EPS 上看十个 上看Zacoa 一个股本 明年是十几块以上起跳 好不好 在电动车的发动之下 股价现在也才一百块附近 本一笔也才十倍多 好不好 这都是有大波段行情 值得好好把握 好不好 最重要的 这一路 错过电动车存安 五值涨停的 那怎么办呢 机会来了 机会来了 这档电动车二号 这档电动车二号 才刚刚从三十多块发动 股价才刚刚突破四十头 好不好 那电动车大波段行情 整个大波段的操作 今天务必拨电话进来 未来社会大长 千万不要盲目的乱射飞镖 手上套牢航运骨的 好好的把握 这一波的反弹解套 好不好 不知道如何操作 今天赶快拨电话进来 然后锁定主流 未来跟上主流大波段操作 今天务必拨电话进来 共襄胜举 好 最后提醒观众朋友们 本公司所推介分析 至各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